在三个姐姐眼中 小弟打小便受宠 是一家人共同的宝贝 身为家中的男子汉 小弟也自觉自愿 凡事都一马当先 从父母那儿到我们三个姐姐 能不关心他们 能不爱护他们 众手足相亲相爱 让父母放心 让林李羡慕 这样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 家庭特和睦 可如今 一个棘手问题却从天而降 让他们失去了主张 你们得放弃啊 有三个人得放弃这个房产啊 现在房产证 第一步需要取得房产证 从我的想法来说 我就没想多吃多蘸 但是呢 怎么能够让姐姐们 放心这件事情 光是我一人公说 是不行的 若处理不当 家人情分必将受损 对此 第三条解释的专家团队 也是急在心上 因为您这儿 现在不是办一个房产证 这么简单 就比如说 这个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这不好收 刚刚也得过千万万 在这样巨大利益面前 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些障碍的啊 这办法律的事啊 既然信任我们 我们也得替您把把关 一边是宝贵的亲情 一边是巨额的财产 今时今日的四姐弟 能否经住人生的考验呢 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张鹏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 各位嘉宾是 调解员徐卫平 调解员陈纳 心理专家张一文 律师梁红利 欢迎几位 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 当事人是杜家的老大和老三 欢迎二位 你们兄弟姐妹四人吧 对 还有个老二 对我妹妹身体不好 她来不了 哦 还有老四是吧 有 老四是男丁 对 你们三个姐姐 对 听说父母都不在了 不在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父亲是 1974年3月24号不在的 我母亲是 2017年11月27号不在的 这么多年来 咱们姐弟四人 从来也没有发生 没有任何争执 从来没有红我脸 从来没有哪一件 任何事情说吵起来了 或者怎么 没有 我觉得像我们姐弟之间的关系 父母不在了 还能这么融洽 这么亲近 我觉得应该少 家中姐弟四人 一向感情亲厚 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 但最近 因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 大家却感觉到了 几丝惆 因为他们家有一套房子 现在是两居室在三里 我听说你们家这个原来有一个公租房是吗 对 那个房子是谁的 是清工业部的 他们那个单位占用了我父亲他们单位的地方 影响了人家那居民采光 给他补 补偿 然后就把这房子就分给我们家了 当时落谁名下了 是我妈妈 你妈妈是成租人 对 你们都在那住过吗 都在那 我没在那住过 我的弟弟妹妹都在那住过 老三你在那住过 住过 从那接的婚 然后就搬出去了 对 据杜达姐妹讲述 他们家最早居住的工坊 位于市中心区域 地理位置相当不错 虽是兼平房 面积也不大 却承载了度假无数美好的回忆 后来是那个在那个征收之后 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一下了 后来拆迁了 对 那是什么时候 2012年的政府征收 是什么政策呀 是按照这个户分呀 还是按照这个户口分呀 是按照那个原有面积 当时这个拆迁所得 是分了房了还是分了钱了 什么都没分 就是原地回签 那早已也是分了呀 原地回签多好啊 原地回签是 原有面积范围之内的不花钱 超出部分的是 每平米5660元 那买下来得是吗 对 谁花的钱呀 先期的成租房变产权房 是我母亲出的钱 当时花了一万多块钱 你母亲出的 对 后来那个房屋回签 这所有的费用 都是我们姐妹四个人 平均支出的 就是超出这个面积的 对 得按照一平米 得5000多吧 5660元 一个人得贪多少钱 四五万块钱吧 我记不太清楚了 四五万 反正是所有钱 都是我们姊妹四个人均贪的 家里为什么采取这么一个政策呢 让你们四姊妹均贪这个房钱呢 对呀 我们四姊妹的共识就是这样的 是谁的意思 是你母亲的意思 还是说你们四姊妹商量好了 我们出资把它买下来 我母亲年事已高 全是听我们姊妹四个人的 我们姊妹四个人的共识就是 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下都要好好赡养老母亲 老母亲已经出了一万多块钱 把这个房子买下了 以后后续的费用不能让在老母亲出一分钱了 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姊妹四个人 包括什么装修啊 那个家具购置啊 电器购置 都是我们姊妹四个人的均摊 据了解 在当年拆迁时 度假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也年事已高 为了减轻老人的负担 兄妹四人便协商 共同承担费用 以撩表子女们的孝心 就是比如母亲百年以后 这房子怎么分配 那时候说了吗 那没有考虑那么远 那时候没有考虑 对 就是为了母亲 把这钱得先出了 对 减轻老人的负担 对 这房子所大 74.18 那是就是老母亲在那住吗 就是拆迁以后 我们就是走了三年以后 就是自己外边租房去 然后是2016年7月份 我们就回迁了 那是你们都住那了 还是就是母亲在那住 就母亲一个人回去住了 她当时能自理 能 我母亲可以 身体还可以 你们就是休息的时候 去看看老母亲 对 在一家人的童心协力下 拆迁顺利完成 母亲也从狭小的平房 搬到了宽敞的楼房 看着垂暮之年的母亲 能妥善安居 子女们自然是无比开心 给赡养费吗 我母亲不要赡养费 我母亲有退休工资 够花吗当时 够花 够花就行了 够花就不需要 那个牵累子女了 是吧 对 听说老母亲住到新房里以后 好像时间不长 就得病了 对 我老母亲住的新房子里 一年多不到两年 就突发疾病 后来就去世了 不幸去世了 对 就是你们母亲去世以后 你们家这个房子 干什么用了 现在是出租了 租出去了 那房子现在出租的 这个租金谁在拿着 是我们姐弟四人平均分配 2017年 老母亲在众子女的陪伴下 安然离世 此后 她的房子便开始对外出租 针对租金收益 以及未来的房屋分配 四姐弟先后协商过几次 你们商量怎么分配了吗 我们商量了 我们就是尊从老母亲的遗愿呗 就是姊妹四个人 每个人一份呗 每个人25% 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 而且我们有那个接到 居民调节委员会出去的调解书 确认了我们姊妹四个人是 每个人25%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调委出的这个文件 送到西省法院 西省法院也给我们出了一个调解书 意思跟调委的一样 更具有法律效力 你们四个人都签字了 都签字了 每个人都有一份法院出去的调解书 这每人25%也是我母亲的愿望 我母亲在多种场合下 跟我们姐弟四人都说过 以后这个房子 你们每个人一份 谁也别多 谁也别少 这是我母亲的原话 遵照母亲的生前意愿 四姐弟商定了分配原则 也就是说 这两居室的利益将人人有份 到这里 似乎一切已板上钉钉 可五年后的今天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现在由于没有产权证 也没发处理 没发交易 没有产权证 对 现在可以办了吗 可以办 但是我们家 这不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就是说 它是属于是央产品 不可以再放产证 同时像商品品一样 同时落多个人的名字 最好是落在一个人的名字 方便看离产权证 最好 是做这一种办法吗 对 原来 两居室是央产房性质 受管理规定所限 尚不能办理共有产权 这就迫使姐弟四人 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 原来是由我们姐弟四个人聚产 现在我们要求 落在我弟弟一个人名下 以便方便办理那个产权证 为什么要落在他名下呢 弟弟嘛 现在我们三个姐姐都身体不好的 身体不好 年龄大的 年龄大 我弟弟现在年龄里强嘛 哦 他能办这些事 对 他可信吗 当然 那是我的弟弟 因为我们原来调解 有一些家庭啊 就是落在 关于落在谁名下呀 经常发生这个分歧 争论 与什么呢 互相彼此都失去信任 我们四姐弟从来这么多年 几十年没有任何一件事发生纷争 老三你也同意四一四十一这么分吗 同意 同意 那老二没来呀 谁代表他的意见呢 他写的有委托书 他也同意 他委托给谁了 委托给弟弟了 为了成功获取房产证 姐姐们一致推举小弟来全权处理 包括因病未到场的二姐 也给小弟出具了书面委托书 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 是求助我们给你们出一个方案是吧 对 哦 出什么方案呢 就是说我们 你们得放弃啊 有三个人得放弃这个房产啊 对 我们姊妹三个就是说 你愿意吗 老大放弃这个房产 我愿意呀 就得签个放弃的这个 这个声明的这个书啊 对 这只是其一 其二就是再做一个这个调解书 就是说这个呢 只是为了方便办理房产证 真实的意思 还是按照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每人继承25% 因为我们家住的那个 三里河那个地方 那个房屋的价值太高了 这么大的一笔财富 落在老四名下 是准备要是要变现吗 对 不行 现在房产证第一步 需要取得房产证 房产证取得了以后 才能考虑下一步 第一现场 杜家姐妹阐明了诉求 并表示这个方案 全家人都接受 毕竟是一项不菲的财富 他们如此笃定 究竟适合理由呢 现在之所以同意 但是他也有体力 他年龄也小 他有年龄优势 也有体力优势 我们是有的人 我是身体 我妹妹是身体不好 我是年龄大 经理也达不到 所以想把这个东西 过付到弟弟名下 这个要求 也不是弟弟主动 提出 不是 是我们姐弟四个人 商量的结果 因为一旦有事 跑前跑后的 要是都在我们四个人名下 一有事 我们四个人得全都去 这样放在他名下 他一个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了 关键上还是相信的 就是有信任度的 从姐妹们的话语中 不难看出 他们对自家小弟 真是百分之百信任 外加无条件认可 也正是因此 调解团队 才分外谨慎 就小弟的一些具体情况 嘉宾们开始了深入询问 他婚姻状态如何 很好 很正常 夫妻感情挺好 非常好 他这个 你们的弟妹 弟妹特别好 也信得过 他俩不会 不会说房子到名下之后 弄个离婚啊 挣这什么腰额子 那还有一个啊 我们说交易 因为未来呢 这个房子要卖的 他们夫妻两口名下 有没有房子呀 我弟弟名下没有房子 弟妹呢 弟妹名下有房子 有几套啊 一套 有一套啊 那他现在如果要是 继承过来 就又有一套 未来卖房的时候 他就不为一 这个税可能会高点 那要是过得我们 其他人名下 也存在这个问题呀 所以四个人 各自都有房子 放谁名下 都不是唯一的 对 办法律的事啊 既然信任我们 我们也得替您把把关 对 我再加一个问题 你们各自的配偶 都知道这件事吗 同意你们把房子登记在老四名下吗 知道 知道 也同意 弟弟对姐姐们还是很尊重的 有什么事都先对过我们 智慧一声 都征求我们的意见 还是做得挺好的 在这样巨大利益面前 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些障碍的啊 咱们呢 还是要多一些考量 多一些建议方法 对于度假子女间的信任和亲情 调解团队表示赞许 但从法律规定和操作程序上考虑 嘉宾们还是尽职尽责的 给出了风险提示 这个里边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里呢 就提到了说 特别著名 被征收的这些房屋入住以后 所有的手续要办理 找谁呢 不是找咱们现在被安置房 或被安置房的这个房屋管理 这样的一个机构 或者说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那个登记部门 他找的还是原国家机关 联合连建办公的那个负责 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 等于他在这个协议里就已经确定了 只能找他办 对吧 你只能找他 而且说我不能说放上房管局 我自己直接去办个货户 办个什么就得了 他必须要经过他原单位 要有这个条件的满足才行 而且他原单位估计可能还得说 是不是为什么要一个人呢 您了解了吗 您问他 您说为什么非得一个人呢 您问过他吗 反正他们是给我们这么说的 只给个结论 央产房不可以落这么多的人名字 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确实我们是觉得 这个事带给您的障碍 会引发后续很多事 对 这个风险就像您说的 财产利益比较大 是 一旦出现了风险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能承受得了的 是吧 咱们这年岁也在这了 因为您这 现在不是办一个房产证这么简单 房产证的手续很复杂 一会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办完之后 卖房这个 也是我们要关心的 你们如何去分割 共有的这个遗产 这个房子 你们要表达你们的意见 就比如说 这个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你们大家有没有共识 能卖多少 这不好说 我们没有做过市场了解 大概呢 大概也得过千万吧 一千万 差不多 价值千万的房产 价值千万的房产 就这样交给小弟一人 对后续的处置 他们可有计划 那就是在房产证没办下来之前 不能交易的情况下 还是展示先出租 然后出租的收益 还是我们姐弟四人平均分配 等到一旦产权证下来了以后 我们再进行交易 或者是其他的处置 为了杜绝后患 调解团队反复论证 希望将所有可能都全盘考虑 比如900万可能也是他 1000万也是他 1100也是他 这个地儿我得提示您 今天在我们这儿最好讨论一下 因为未来后续 如果要是办了房产证 卖房的时候 来看房的人出多少价子都有 有的数的高 数的低 直接影响你们最后拿多少钱 对 所以四个人里边有的人说 那我不同意卖这个价钱 900万我不同意 我觉得应该卖1100 但是有的人觉得我同意 我着急要这个钱 达成这个协议之前 你们就应该大概有个数 对 专家是提醒你们老大 要注意 就是说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 你们要签一个 比如放弃的这个协议 然后过户到这个小弟名下 也得考虑到将来 过户到他名下以后 这个房子要干什么 要变现 那变现 大家怎么分 这你都得把它定下来 签一个完整的协议 而不是说签一个半拉的协议 对对对 对你们没有意义 对对 亲兄弟名算账 这时候和睦 和睦归和睦 对对 亲兄弟得名算账 对 所以我们上您这儿来了 是吧 对 你们得考虑啊 是 度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今已基本明晰 此时小弟适合态度 就显得尤为重要 肩负着姐姐们的信任 和全家人的委托 他准备如何完成 这个重大任务呢 好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是度假的老四 欢迎您 您好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 应该听到俩姐姐说的了 说的听到了 家中老二今天没来 是委托您了吗 是的 有委托叔 信的 那实际上 他对您是进行了授权委托 他并不是通过两个姐姐来去表达他同意 而是直接就对你认可和信任了 也就是这份信任只是信任今天的调解结果呢 还是信任说 无论什么结果 我都认可你做的决定 是您说的最后一种情况 那看来这个信任度很大 是不是 是的 落座后 度假小弟表示 自己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 时刻都不敢怠慢 对待姐姐们 他也总是关怀备至 有伤有良 从我的官邻看 家里没有什么大事 有事情大家相互协生 只要是说 不本着 多吃多蘸的原则 就没有什么不好谈的这些事情 而且呢 更不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 因为在我们家这边来说呢 当时老人老了以后 然后呢 我就是说 跟姐姐们讲 因为老人就他 就凭他那点工资 所以说能够照顾自己 但是万一有个意外呢 对吧 他这个工资是 不能动的 就是不是动动的 是支付不起这些个费用的 所以当时我就跟 那个姐姐们协商一下 我说咱们是这样 谁都不富裕 对吧 但是呢 老人呢 又不能不管 所以我说是这样 老人 如果需要照顾的话 产生的费用 我们均摊 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协议 就是口头上的 口头上的 对 对 对 均摊 然后 有什么利益 我们也均分 有什么利益呢 当时 不知道 因为当时就想呢 可能那老人假如是走了 那这个房子呢肯定会留给我们 对吗 就是未雨绸缪 对的 未雨绸缪要求均分 对的 当时呢 我就提出一个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呢 姐姐们来说呢 同意 都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以后来说呢 就按这么去执行 你母亲当时是什么意思啊 听你们几十四个的 对的 因为那个 我是我们家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嘛 然后呢 我父亲去世也早 然后呢 家里边来说呢 基本上 大的主意啊 基本是我来拿 姐姐们都听你的 基本我拿个主意 然后跟姐姐们商量 因为我不能一言堂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四个人拍板定 对的 对的 小弟告诉我们 早在多年前 母亲还在世 家里就有过口头协议 无论是老人赡养 还是遗产分配 四个子女都一视同仁 在其后的许多年里 这个公平的约定 也一直被严格履行 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说家里的什么费用 大家供他啊 或什么的 医疗费用这一块 您们算了吗 就是原来刚才听姐姐讲 老人生病啊 还是什么住院啊 这个来回这个照顾啊 所产生的相应费用 这个您都算得轻吗 没有人觉得在这里 有疑义是吧 如果说我多拿了一分 姐姐少拿了两分 我觉得这个算不到 那么地步 是吧 反正基本上来说 是有据可查的 有据可查的 多分了 但是说姐姐说 照顾妈妈 跟你们相比 我多买了三瓶水 这个胀药算吗 这个我理解 我理解 那就基本上能做到平均 是吧 是的 就是您两位姐姐啊 大姐是一直陪伴了十年 然后呢 一直在跟前照顾 三妹妹离着近 也经常去看望和照顾 二妹妹呢 在十六岁的时候 就已经承担家里的重担 那我想问问 您在这里边的照顾 除了分摊这个费用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尽效呢 因为我在家里上学 上中学嘛 跟家里在一起 然后呢 上完中学以后呢 我就出去了 在外边上学 然后就一直去工作 做一些事情 我心比较粗 这个 从照顾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我 肯定是没有姐姐们想的 去周到 但是我觉得比较自豪的一点是 刚才我在那个调解室里 我也说过 我说 我的强项 不在于 用实际行动去照顾谁 就是体力劳动 不在于这个 我的强项在于智慧 拿主意 对 我拿主意 定方向 然后呢 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 我给家里带来的是安全感 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百姓解矛盾 要帮助 找第三条解释 在四位同胞姐弟之间 亲情 似乎是超越一切的保证 你们这么相信弟弟吗 相信 作为小弟 他郑重承诺 一定会对得起 姐姐们的信任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就没想多吃多蘸 做这件事情 然后来说呢 但是呢 怎么能够 让姐姐们放心这件事情 光是我怡人 光说 是不行的 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对吧 然而 现实的难题 却摆在眼前 君子之约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现实的洗礼 是令他们心生隔阂 还是感情更深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放弃继承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冠领律师在线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周旭亮 周律师你好 如果被安置房屋 尚未取得产权证 被安置人就去世了 他的继承人 该如何办理继承手续 并拿到该房子呢 一般情况下 如果原先的被安置人员 已经去世 安置单位会要求继承人 先办理继承公证 可以提前进行咨询 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然后到公证机关办理 公证员会进行审核 如果手里有拆迁安置协议等材料 可以确认 去世人员享有安置房屋的权利 那么 虽然其生前未能取得安置房产权 死亡后 这一财产权利 还是可以判定为遗产 这个时候 只要所有的继承人 协商一致 确定好新的产权人 就可以为他们进行继承公证 而如果协商不成 则可能需要经过分家稀查的程序 以人民法院做出的生肖法律文书为依据 完成继承程序 后续 继承人便可凭借继承公证书等 具有法律效力的材料 来取代原拆迁安置协议中 被安置人员的地位 行使安置房的权利 而房屋管理部门 也会以公证书为据 将房产证办到继承人 明白 您说的这是走法定继承 但子女们说 老母亲生前曾多次口头表达 要将房子给所有子女评分 这个表示能不能算作遗嘱呢 以节目中当事人所述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不能算作遗嘱 为什么 因为合法有效的口头遗嘱 必须要符合法定条件 其一 必须在危机情况下 才能定立口头遗嘱 一旦危机情况解除后 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形式 立遗嘱的 所立的口头遗嘱 即失效 其二 立口头遗嘱 必须有两个以上 无厉害关系的见证人 在场见证 而节目中 母亲的表达 显然不符合这两点 可以将其视作 使母亲真实意愿 但并不符合口头遗嘱的有效要件 用手机拍视频现在已经基本普及 民法典中也新增了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 我就想问一下 所谓的录音录像遗嘱要如何确保有效呢 将录音录像遗嘱列入遗嘱的有效形式 确实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为当事人定立遗嘱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新增的遗嘱形式 有严格的定立形式 并不是用手机录个音 或者设个像那么简单 国国民法典规定 以录音录像形式定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 应当在录音录像中 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以及年月日 与此同时 无明示行为能力人 限制明示行为能力人 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继承人受遗证人 与继承人受遗证人 有利害关系的人 均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因此为了确保录音录像遗嘱有效 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满足法律要求的上述所有条件 总之 在民法典中 遗嘱形式应顺应新科技新形式 而变得更加多样方便的同时 其定立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 这些都是广大观众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学习到了 感谢您的讲解 执法守法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我是律师周旭亮 我们明天见 都是一个母亲生的一母同胞 有些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解决呢 闹得五眼鸡似的 我特别不理解 我觉得什么情况下 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亲情 我觉得亲情最重要 优良的家风 使得四姐弟相敬如宾 为何如今要寻求调节 父母离世后 出现了什么难题 令子女们一筹莫展 若想获得便要先行放弃 这是人生哲理还是现实考验 就是咱们调节协议内容是放弃继承 还是就是副条件赠语 副条件赠语就是说 我现在把25%我给他这个议理 都没问题 我们三个人都给他 但是我是有条件的 怎么才算公平 后患如何免除 他们能否找到万全之计呢 我的条件就是说 你之后这出租收益 或者房子收益 你还按四分之一给我 这就是一个副条件赠语协议 然后如果那个咱们看了 法院出租条件书 自俩确议里不是已经继承到位 是别的 那咱们才能考虑是放弃继承的协议 可能有两个法律关系不太一样 对吧 这可能则在这个问题 自度假父母去世后 他们留下的两居室房屋 一直没有处置 子女四人对法定继承 平均分配并无意义 但在办理房产证时 却遭遇了阻碍 对于每人25%你是认可的 认可的 认可 还有就是对于把这个 房子写到您名下 您是怎么看 我有这么几个考虑 有顾虑吗 有没有顾虑 没什么顾虑 没什么顾虑 因为这个只是说 责任更重大了一些 为什么写在我的名下 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因素 一个事来说 刚才有一个要更正的 就是说 我跟我夫人现在没有房产了 名下无房 对了 名下无房 是因为我们前天日子把房子给卖了 卖了 现在是属于无房 你妻子名下也没有 是的 所以你比较合适也 对 姐姐们目前的想法是由他们放弃继承 将房屋先过户给小弟一人 如此一来便符合了产权证的办理条件 但风险也随之产生了 过户到我个人身上来说 对将来卖掉的时候 应该是比四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来说 可能利益会更好一些 出于这个考虑 这有一方 这个是其一 其二来说呢 就是说 我能够去跟别人去谈 去谈价格 去谈一些个后续的事情 我比较有经验 面对姐姐们的信任 小弟表示义无反顾 但在调解团队看来 他们所谓的计划 在实际操作中 却隐患不少 真的事事无常 我们要考虑到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人的份额都落到您名下的时候 假设您这个顶梁柱 您这个出主意的主心骨 有点特殊的情况 可能不太好听啊 但是事先说上 那么这种情况得怎么办 其实要在咱们后续的处理意见当中 约定方案当中 协议内容当中 都得要明确和体现 这是应该的 但是实话实说 我没有想到这么深 是 所以您才需要我们 帮您想的更多一些 是的 是吧 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 这三个姐姐都放弃了 然后给您了 您百分百的产权情况下 您现在是已婚 有配偶 那么如果是需要您的配偶 您爱人 明确一下 这个房子就不属于 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就归于您一个人所有 就是您跟您爱人之间这样的约定 您的爱人是同意吗 我没有太听明白 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都归您了 然后这个产权都归您了 归您之后 因为您现在是属于有配偶的状态 对吧 应当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爱人是不是同意写个声明 说您获得的这个房产 是属于您个人所有 而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这个您有没有跟您爱人商量过 商量过 商量过 那它是什么意愿 我夫人说 这个房子是我妈妈留下来的 对吗 这个钱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出售了这个房子以后 这个钱应该是我 就是我妈妈的四个孩子 我们四个人去分的 所以来说呢 首先我们要先解释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房产证的取得的问题 如果都写成我一个人的名字来说 办房产证相对顺利一样 第二来说呢 如果是说写成我一个人的名字 以后来说 对于后驱的出售 也会比较方便 这是从方便的角度上去说 但是存在风险 就是说 我一个人有独吞这个财产的可能性 对姐姐们认为 这是有可能性的问题 所以来说呢 我觉得怎么应该保证 方便的情况下 怎么能够 就是说 让姐姐们放心 小弟一再强调 要让姐姐们放心 并保证 房子只是在他个人名下暂存 至于后续如何处置 他绝不会一意孤行 凡事都会听取姐姐们的意见 那姐姐们是倾向于去出售 还是倾向于继续接受您 这个事情到时候在定 还没有谈过 还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最关键的是 先把房产证拿到手 这是第一步 拿到手以后 后续怎么说 那是再去做 再去做 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说呢 拿着房产证以后的权益 在这点可以跟姐姐们去个保证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 去保证一下 不会读得 您想进去 白板几次 刚才我在那个屋子里 我也听到了 姐姐们去谈这个事情 比如说条件们也在说 说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一能不能变现之底 第二以什么价格变现 大家会不会有什么去商量 因为我的宗旨就是说 和谐底 大家和谐底 不要为这件事情 对 不要为这件事出现一些个不和谐的气氛 那就不好了 这个事情 虽然双方都表示要以大局为重 和谐第一 但面对如此重大的财产处置 调解团队 调解团队还是不敢有一丝马虎 针对各种细节 嘉宾们逐一跟小弟沟通 希望能做到万无一失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要是说采取少数普通多数 您能同意吗 什么叫少数普通多数 四个人 三个人说 一千万就卖了 您觉得应该一千一才卖 不可能 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对 为什么不可能 这个价格一定是四个人说了算 您是说有一票否决权 还是少数普通多数 怎么说呢 我觉得应该是四个人都同意的情况下 所以有一票否决 是的 那您要是一票否决了 这房子不往下卖了怎么办 因为我也要急着出售这家房 但这件事情确实还不同于以往 利益空间比较大 那在这一点上 确实要有一定的保障 这个任何形式您考虑过吗 我跟姐姐们说 你们觉得怎么最放心 咱们就做 我的任务就是配合 所以姐姐们说找调解员 没问题 咱们就去找调解员 还是我们来帮着参谋 对 然后你们说去找这个法院去工作 许没有问题 因为我本意就是 把利益 就是说军分不产生矛盾的情况下 我本意就是这样的 没想多战 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公众都会了解到的平台 是的 在咱们阐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您的表述和态度 其实已经是给兄弟姐妹 有利的并且玩了 是的 我想是这样 那你要不是公众的 咱们私下里说的 谁来给你当证人呢 没错 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上的保证 理解 对于嘉宾们近乎严苛的询问 小弟十分理解 他说自己接受调解 就是为了给姐姐们吃颗定心丸 他们都相信第三调解式的专业性 希望在这里能真正解决后顾之忧 如果房子放在别人名下 行吗 可以 就是把您这个任务给您卸下来 我们换另外一个 我们对他也这么严格考察 可以的 您也是同意的 对吧 可以的 好嘞 所以有那么句话 人心似铁非似铁 官法如炉是真如炉 你们姐弟行身 但是那法律无情 理解 他是保证我们的 对 法律上保证你们 对的 大家的那个公平分配这个利益 对的 这也是对的 对的 这应该有这个 这种超前的理念 是吧 是的 杜先生 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 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的诉求就是说 这个姐姐们给我的委托和责任力度大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帮他们去办好 因为我觉得这是责任 这是我作为家里的一个男丁的一个责任 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落在您的名下 然后呢 寻求变现 然后大家分 是 4141 是 是吧 是 就是这个诉求 还有别的吗 没有 没有 至此 姐姐们的诉求和小弟的态度都已摆上了桌面 调解团队顺势决定 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以便让调解双方把关键的问题彻底确定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杜嘉的姐弟三人 家中老二身体不好没有到场 但是全权委托了老四 刚才老四呢也表达了家中老二的意愿 刚才你们二位在第二线上应该听到老四说的了 听得了 他曾经有过那么个梦想 就是把房子留下来 但是愿望是美好的 现实很骨感 没有那么多钱 如果有那么多钱 他确实想把房子留下来 你们姐妹俩 对这个愿望是怎么想的呢 大姐 我也同意我弟弟的想法呀 就是说如果钱到位的话 对呀 我们当然也愿意把老人的那个房子留下 那是我们永远的一个念想啊 老三呢 一样 也一样 刚才我说到你们姐弟情深 就显得很温馨了 但是刚才老四也说了 得依靠法律这些条文 来给你们利益最大化 给你们最大的保障 从这方面 你们跟老四沟通一下 看看怎么能把这个事尽快地解决呢 老大你先跟老四沟通一下 还是决定落在他名下吗 对 我还是一直坚持落在弟弟名下 你是不是也同弟呀 你这不是有点威胁吗 因为你 你得接着说呀 你得表达你的意思 对 因为他必须得在保证解释的那个 权益平等的条件下 我们来才相信他 愿意落在他名下 对 那老四 既然那个俩姐姐都相信你 你得给俩姐姐有一个保证啊 我们 你所说的这些话 要作为呈堂证供啊 对 这录着呢 这个我没得听明白 我不是该保证的都保证完了吗 当着姐姐得说一下 嗯 姐姐们哈 就是说你们把这个房子过顾到我这儿来了 这是名义上过顾过来的 但是实际上的东西 这个房子还是咱们固有的 固有大家的 我绝对不会干这个多吃多蘸的事 也不会干损人利己的事 我充分相信你 那必须的 小弟一言九鼎 姐姐们充分信任 这和谐的一幕不禁令人心声赞叹 但眼下的问题 说难不难 要想办的周全 却也并不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法院这个财政书 所以呢 他们应该拿法院财政书去问问财政单位 现在是不是可以按照财政书的内容 就直接确认为四个人共有 嗯 有中口 对 实际上是允许的 然后要允许的话 那为什么不简单化呢 对吧 就没有风险了 咱们不是法院 给咱们已经出了这个财政书了吗 那这个财政书里边 已经特别明确写明了 咱们实际的分额分割了 那咱们有没有拿着这个 给到你那个办产权单位 来去告知他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分割协议 给了 给了 那他还是不同意 让你们可以办一个共有的产权证件 四个人一块的是吧 对 那行 这个事我们就清楚了 刚才因为没问到你 我们不知道你是否给他提供了 给了 其实按正常来讲 是可以考虑来这么办理的 但是呢 可能每个单位或者是要求有区别 我刚才听他们在台上说的意思 是说 政策上不允许登记在四个人名下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 对 现在来说呢 因为我们对政策的理解不深刻 而且呢 主要是听当事人 就是什么 当事机构 就是说 听产权单位的 对 产权单位的 他们就这么要求我们的 他们明确要求了说 登记在一个名下 是的 是的 登记四个名下不行 如果说当时 如果说可以登记四个人的名下的话 刚开始就是两年前办房产证 就是说 可以让征求大家意见 去办房产证 那会我们就做了 那会没做 就是因为他不同意 经双方确认 办理共有产权的途径 目前行不通 那就只剩下一条出路 即三位姐姐 放弃各自的继承份额 由小弟一人继承 并办理房产证 还是比较清晰的 确实是份额上 没有太大的分歧 关键是怎么保障他日后 如果能办这个事 怎么能办下来 办下来之后 他要再有什么利益纠纷的时候 不会出现分歧 这个难道是一个 去办不了是吗 他现在不行 人家现在央产房 在办理这件事的时候 过户 或者是确认产权权利人的时候 只能放在一个人名下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 想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那只能咱们考虑 这三个姐妹 刚才说了 都愿意主动的去把这个事做到配合度 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来一个协议方案了 我们这个协议和方案里边是不是考虑 既然你已经分割完毕了 分割完毕也确定了法律继承了 那可能再放弃继承这件事情上 在法理上可能就不太说得通了 那可能是不是刚才我们之前探讨过 以赠予的方式 还是以什么样配合过户登记部门来要求的那个条件 来形成一个书面材料 那不是简单放弃 为了能严格把关促进一致 调解团队就双方的协议内容和详细条款 进行了详细设定 力争不留后患 不伤亲情 一个就是说卖房你多长时间卖怎么分钱 是不是大家一块决定 这个说清 第二个就是如果要是弟弟严重的违约 他这房子就扣着不卖了 我们要赋予三个姐姐有评议起诉 把这个房子仍然变到四个人以下 而且这里边的诉讼费用 还有手续的钱全都给你了 三个姐姐就是大姐 他们是不是真想卖这个房 签了之后 拿到房产证 他们卖房拿钱的意愿有多强烈 协议的监狱条款里边就写 他们想要卖房 所以我们才能够注意起诉 一个是假设说这个房子 咱们产权半年到弟弟名下以后 登记完毕了 拿了房产证了 您二位是明确的要求 就是赶快先卖掉吗 考没考虑到说拿到这个房子 咱就赶紧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金兵配呢 对 我们是只能够拿到产前证 允许上市的话 那请二位再说一下这个事 就是为什么要问 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调解结果上 要明确您们现在以后 要对这个房子的处分 这样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地 来去起草这个材料了 所以我想问问二位 真实的想法和迫切的想法 我们姐弟四年意见 一旦这个房子允许出售了 可以出售了 我们就尽快把它变现 考虑的主要是有两点 一个是我国的年龄不饶人 明白了 另外是我大妹妹的身体情况不饶人 明白明白是二姐 对 如果这个事情不抓紧时间处理的话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了 很难处理了 是吧 下一代的人 对 对 对 麻烦事更多 我一听大姐太明白了 天天看这节目不能白看 对于几位姐姐的信任 嘉宾们深表感谢 此时调解工作也进入了收尾阶段 如果大家确实自愿喜上一致 反正找到房子的名下 我们从调委会的角度来讲 能支持 没有问题 但是有几个事 第一个是 您现在那个经济状况 有没有外边欠钱 债务没有 没有 一丁点都没有 你们夫妻俩都没有 孩子呢 都没有 没有 行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 如果要是找我们签这个协议 我们会写的非常详细 就是后续 这个房子 比如说 到你名下之后 像我刚才问的 是出现一些争执 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得遵从少数 通通通多数的人 OK 您如果说 我有一票否决权 那房子在您名下 如果说要有 如果要是有一票否决 是 这话我得说 如果要是有一票否决 也是他们撒一票否决 OK 您是不应该有一票否决权的 OK 因为房子已经在您名下了 是的 所以这个事咱们要明确 是的 合同里边 协议里边会写清楚 可以 再有一个 如果 如果这个房子 在您名下之后 在卖房的过程当中 是 首先你们大家都要卖房 是 卖房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了主观上 客观上的一些意外 是 比如主观上假设 假设大家发生争执了 是 比如谁说话 跟您说话 有点不太合适 是 大家产生矛盾了 主观上 那我不再问继续卖了 是 客观上来讲 比如说出现 说的那种 特殊的一些意外的事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得有一个退出机制 也就是说 如果您主观上 不再遵守卖房这个事了 或者说客观上 遵守不了了 在多长时间之后 人家三家可以主张 这房子那还是过到 我们四家名下了 放您一家名下 我们不踏实了 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 而且如果这件事 是因为您那边违约造成的 那么所花费的手续 比如打官司 比如过户 税费 那么这个手续的钱 甚至是律师费的钱 那都由您这边来承担 如果您这边违约 这个民众办 代言 可以是吧 因为不会被 主观上 因为姿势体大 调解团队 力争在方案制定 以及协议签署上 都考虑周全 这是第三条解释 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 更是对宝贵信任的 倾情回报 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说呢 要 怎么说呢 要 就是说要 说清楚一点情况 因为这个房子来说呢 卖是肯定的 对吧 因为而且呢 要使用一个利益 最大化 比如说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 最近卖的房子呢 比较多 或者由于 它是不好 房价在往下 我就是说 有一种可能 我们就先要慎一指 看看要房子呢 能有好一点的价格的时候 我们来就出售 但因为这个时间呢 是十天能够赢到 还是一个月能赢到 还是半年能赢到 这个谁也说不好 那您今天啊 在估计 这事你说谁能够估计呢 但是咱们得有个约定 不能无限期 比如说这房子 您十天也能卖二天 我觉得那年应该是吧 两三年吧 那您也可以说 看他们同意 我觉得 因为把这段时间 留得长一点 因为我也不可能说 是在最高点 非得在低点嘛 因为这也不符合我的利益 您明确说一下 您觉得多少 我觉得时间 给我留得长一点 我真明白了 因为大事的 我觉得三年吧 三年 我觉得 因为这给我留的时间 稍微的充足一些 对于调解协议中的 一系列限制性条款 小弟均表示接受 他的坦诚与爽快 也再次显示出 姐弟间的深情厚意 我想说 就是脚比这套房子 带给你们的财富 你们还有一笔 特别巨大的财富 就是你们的家风 这种传承 这个美德 带来的精神财富 我觉得这个财富值 远比那套房子 更有价值呢 更巨大呢 我祝愿你们这个家庭 就是子子孙孙 都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把你们的家风 传承下去 让祝福到你们的这个家 谢谢 好 谢谢一文老师 谢谢 还有吗 和睦的家庭啊 都是相似的 不和睦的家庭 各有各的矛盾和纠纷 老话说 这个家和万事兴 希望你们早日呢 能得到这笔财富 享受到新的生活 谢谢 好吗 好 对于专家的解读 老大你同意吗 我非常同意 老三呢 一样很同意 老四 同意 那你代表老二 是不是也同意啊 对的 代表老二 他也同意 今天啊 你们来我们这儿 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 这家人没什么矛盾啊 你们来这儿来呢 其实啊 我们解决的 不只是因为口角 所引起的那种现实的矛盾 对 我们更多要解决 法律上的问题 对 也就是说你们大家 既然共有一个房子 那你多我就少 是存在着法律上的冲突的 这个事儿如何解决 如何约定 确实自己办不了 对 那我特别赞赏您三位啊 来我们这儿啊 因为你们做到了未与筹谋 也就是说 没等以后啊 自己操作完了 以后发生纠纷了 再来找我们 未与筹谋 远远地强过亡羊补牢 也建议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啊 如果要是家里边 有类似这样的法律事务啊 可以找我们 我想说啊 一般我们调节呢 都是血中送炭多 今天呢 做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 因为你们本来都很和谐 所以我们这个锦上添花 我也想说呢 社会治理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把风险防患于未然 正是因为你们有这个风险 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所以才有一个这么和谐的家庭 谢谢 那我们就祝福他们一家人吧 好 谢谢 谢谢 调节当天 一二姐没有到场 正式的协议签订 便推迟到了几周之后 那一天天气很好 四姐弟齐聚第三调节式 窗外的灿烂阳光 似乎给每一个人心中 都带来了暖意 而且凭这么多年的互相接触 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也都相信 要是不相信 不会同意放在我弟弟名下 而且我也相信 我弟弟妹还有一个职路的 你们要不相信 确实不会 如果统一放他们 对 所以这个第二条 就是卖房的事儿 第一条是最重要的 是份额的事儿 任何他违约 你们都可以立刻起诉 然后起诉的时候 作为原告 比如说他这个主观 或者客观要违约了 你们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 立刻上法院起诉 起诉同时申请法院财成保全 查封他这套房子 听明白了吗 然后就是主张 按照第一条 来让法院判 这个房子里有我多少份额 说白了 你们就都25% 法院就会给你判了 当然份额就是你们的 如果他要是擅自把房子卖了 那就跟他要钱 我觉得相对来说 这个合作还是 应该说是平衡的 就是各方是均衡的权力 所以我们人民调解 解决家庭的问题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 达到基本的平衡 相对来说 不要让大家太费力气 它不是一个商战 不是商业合作 它是家里的事 所以主要条款 给你们说清楚了 你们都有究竟途径 我们觉得应该 就是一个平衡的协议 好 那就这样吧 同意签是吧 那最后再问一下 这个协议里边条款 你们大家都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都听懂了是吧 有没有不同意的 没有 老四 有没有需要修改 删减增加的地方 没有 主要内容已经挺多了 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了 没有是吧 都同意 签了自己负责 以后发生风险 自己负责 好来 签字 姐弟四人纷纷落笔 一个千金之诺 自此郑重诞生 对他们相互宽容 彼此谦让的胸怀 我们深表钦佩 能为他们排忧解难 保驾护航 是我们的欣慰与荣幸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冠领律师在线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周旭亮 周律师你好 在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儿童与祖父母 外祖父母关系密切 被称为隔代亲 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在中国社会 隔代亲现象确实都有存在 其中有很多现实原因 比如说 因父母工作忙 导致陪伴和责任感缺位 把照顾孩子的事 转移给上一辈 但是我认为 这里面也有大量的 心理需求的投放 儿童就像出生的太阳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与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孤独感 恰恰形成互比 祖孙在一起 幼者得到爱福 长者得到欢乐 亲亲也得到了满足 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隔代亲现象的形成原因 亲归亲 但孙辈在法律上 似乎并不是祖辈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如果祖辈想把遗产 直接留给孙辈 该怎么实现呢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 遗产将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继承人 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 有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由此可知 孙辈不在第一法定继承人之列 因此不能直接继承遗产 那怎么办呢 依照法律 一般可以通过遗证来实现这一目的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 或者遗证办理 有遗证复养协议的 按照协议办理 本条明确了 在遗产分配方面 先执行遗证复养协议 再执行遗嘱 最后进行法定继承 按照这一规定 遗证复养协议 遗嘱叫法定继承而言 具有优先效果 因此 祖辈们如果确实想交遗产 留给孙辈 那就提前定好遗嘱 从而表达自己的意愿 将财产赠予孙子女 或者外孙子女 文图起见 可以咨询专业人士 确保符合法律和税务 等各方面的规定 也可以选择与家人沟通 以取得他们的理解 刚才说的都是祖辈疼爱孙辈 那孙辈对祖辈 有没有赡养的义务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 父母应当有子女来赡养 但是 如果子女死亡 或者不具备赡养能力 法律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 对于祖父母 外祖父母 也是有赡养义务的 而且相关的司法解释 也产了 对被继承人 生活上提供了 主要经济来源 或者在劳务等方面 给予了主要辅助的 应当认定 其进了主要赡养义务 或主要抚养义务 因此 如果是有效性的孙辈 承担了赡养义务 那他也就被赋予了 适当分的移成的权 我们学习到了 感谢您的讲解 执法手法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我是律师周旭亮 我们明天